这绝对算是丁瑶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身为一介女流 却能操控港台两地最大黑棒 成为全球知名的黑道大姐 丁瑶的心机 手段绝对远非常人可比 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软肋 他绝对不会想到 亲生女儿竟会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赵莹这一刀凝聚全身力气 对准母亲颈部展落 不论是速度还是角度 丁瑶都是避无可避 亚批勒等高手距离太远 想要相救也是鞭长莫及 现场一片惊呼声中 金尊贵反应最快 电光火时间 手中钢刀奋力甩出 扑的一声异响 东风在丁瑶的颈部 留下一道血痕 他竟奇迹般的平安无事 来不及亲戚慌忙查看女儿的情况 眼前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 金尊贵试材旧驾的钢刀 不偏不已插在了赵莹太阳穴 赵莹身体一个180度的转身 一声不吭 整个人轰然倒下 天空闷雷乍响 呼得飘了雨点 雨水越下越大 丁瑶愣在当场 一动不动 手下们的问候 他根本听不到分号 望着地上女儿的遗体 悲痛欲绝 赵莹与徐世飞 头顶着头流出了血水 经过雨水的冲刷 恰好形成了一个心形 气美异常 两个不应该走到一起的人 与命运殊死抗争 最终仍是逃不过宿命 成为了江湖争斗的牺牲品 定邀内水狂流 左右开弓 狠山金尊贵的耳光 每一掌都是竭尽全力 啪啪作响 他如何不知 若非金尊贵冷静 自己早已命丧到下 但对女儿的愧疚 思念压在心头喘不上气来 只得把满腔的悲愤 发起到金尊贵的身上 金尊贵没有反驳 也没有回避 任由定邀疯狂掌握 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 一颗牙齿静松口中 直接飞出 并咬眼泪的气喘连连 周身颤抖不齿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血浓于水 又怎会不伤心欲绝 他心痛的无法呼吸 扑倒在金尊贵的怀中 哭得不能自已 若不是自己为了毒蛇帮的面子 一意孤行 女儿也不会下场如此凄惨 走出房间 金尊贵没有丝毫不分 脑中不断思索 徐世飞的死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他换位思考 站在陈浩南 打飞的角度分析 将他们所有可行的复仇计划 全部想了一遍 再逐个盘算应对方案 心态如此沉闷 再加上极度的勤奋 冷静 金尊贵实在是个可怕的对手 徐世飞的死去很快传到了香港江湖 人人怒火冲天 义分天鹰 不少与大飞父子交情深厚的江湖同道 以针对毒蛇帮 率先掀起了大规模的复仇行动 出人意料的是 大飞的反应倒是出奇平淡 得知儿子的死讯后 他整日狂言 依靠酒精冲淡悲伤 陈浩南理解挚友的心情 并不阻拦 一直在旁默默的陪伴 警方也是如临大敌 大批警力 日夜跟随在大飞身后 生怕他做出过激的复仇行为 大飞也不在意任由他们监视 就算复仇也不用急于一事 他要亲自远赴老挝 对阿四讲明一切 身在老挝的阿四 近日来一直莫名心虚不宁 每日噩梦不断 看着突然到访的大飞 他猛然一阵 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其实阿七 KK等人早已知道了是非的噩耗 只是不知如何对阿四开口而已 如今大飞亲自到场 再合适不过 经营过后 阿四瞪掉了双眼 一时接受不了现实 晕厥倒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悠悠专心 发觉大飞一直陪伴在侧 夫妻二人相对无言 不知该如何开口 得知是非的遗体 被叮咬扣住不还 阿四更是悲痛欲绝 他实在控制不住情绪 扑到在大飞的怀中 放生痛哭 人往往在悲伤过度时 不会流泪 大飞早已哭得麻木 眼泪流尽 中年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残酷可想而知 但他必须克制自己的心感 还有很多事摆在眼前 陈后能本要和大飞同往老挝 又怕自己走后 梁家人他们会沉不住气 冒险复仇 事已留在香港 建国大局 其实梁家人的江湖经验 已相当成熟 不用陈后能过多提炼 也会谋定而厚动 反倒是干上午 理智高级人要严密屏住 他们与徐世飞感情深厚 怕是会按捺不住 自从失去一梦后 一文华性格越来越孤僻 总是刻意独行 逃避热闹的场面 他的低调 让警方对他的监视最为放松 这就让一文华 最先有了复仇的机会 这段时间 东英室独师班高层 防范严密 每次出行 屈指成群结队 声势浩大 唯独铁面虎陈俊贤胆大 独来独往 自从加入东英无虎 他表现平平 名声一直在谷底徘徊 心态愈加焦躁 他渴望能有大战身手 名扬江湖的机会 不想这个机会来得如此之快 寒光扑面 他的近身阿毛脑门中到 当场惨死 下之际惊险避开了致命一刀 鬼刀只是虚招 吸引他的防守中心 下路连魂飞踢 极为犀利 将他踢得连翻数个跟头 剧痛钻心 陈俊贤缓缓稳重身性 这才看清眼前之人的面貌 一门华一身黑衣 长发过剑 手中的鬼刀 保住阵阵寒光 铁面虎 你活不过今晚了 另一遍 红星社龙头寒冰 罕见的情绪时空 大肆打砸自己的办公室邪分 之前他曾言明 徐世飞有何不测 定要肇事兄妹陪葬 可定要 竟敢对他的威胁 置若忘温 实在是让他颜面扫地 寒冰一人躲在房中 吞云吐雾 什么人也不肯见 他要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 次日 两名气度非凡的男人 如约出现在了寒冰别墅 乃是山口组 暗黑之门的顶尖杀手 作为理化证人 三人乃是老朋友 简单喊胸过后 寒冰开门见山 进入了整体 毒蛇帮不顾道义 赶掉了徐世飞 那我要让他们的帮助 赵济帮陪葬